我们今天亲自体验来做DIY巧克力 新竹市长林志坚与屏东县长潘莫安一起DIY巧克力 从可可农庄里见证屏东如何让屏东可可 台湾巧克力变成国际品牌 为了迎接2020台湾设计展在新竹 市长林志坚与市府团队一起走访全台做宣传行程 今天特别来到屏东 身为台湾设计展的接棒团队 林志坚除了对屏东县长潘莫安表达敬佩 也希望向县府团队取经 让2020台湾设计展能展现更多元的面貌 透过设计力的导入 邀请了很多的年轻朋友来到屏东 不管在产业 农业 或者是在整个都市的规划上 公共建设上都能够展现出一个新的样貌 2019的台湾设计展也在屏东 这个超级难吸引了所有在北部的年轻的设计师 再远再难都要来到屏东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抱着学习的心情 特别来到屏东 向潘县长还有潘县长的这个县府团队来请益 我们可可在屏东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拆收 与潘县长走访庄园 了解可可品牌成立的历程 屏东县长判官强调 一直以来屏东与新竹皆保持良好的互动 此次除了分享防疫新生活旅游 也特别为了2020的台湾设计展做两地交流 协盘屏东可可业者的加入 可以丰富整场的设计能量 这当中特别市长也告诉我 他们办理了台湾设计展 想来屏东来跟大家分享 台湾的新竹设计力 所以新竹设计力的这样的一个启程 所以今天也特别让新竹设计力 来到我们的传统的可可农庄 看一看农村的风貌 以及在可可制成的当中 目前的产业的发展 包括在未来的市场的通路 那未来这些都是在新竹设计力里面 这设计展里面有很多元素可以去交流分享 今年台湾设计展以人来风为主题 以发掘不同建设不同产业的设计能量为主 透过环岛宣传邀请设计业者加入 不仅要带给民众最新颖 最具特色且贴近生活的台湾设计展 也希望能真正展现幸福城市的设计新美学 屏东新闻不一定杨振毅采访报道